你不要听我的意见 那我就讲 你做人没有自己的主见和原则 我就讲 我喜欢这样的 好 可以的 帮你能够算一下价格 大概要多少份你们 多说点 500份 500份 就是按照这个标准 你还记 不得不说你是挺认真的 我这么多年没看他拿本子 什么记什么东西 花自己的钱果然不一样 我觉得他有用心在做这件事 25块一份 这样 好 原价是一万两千五百四十五 没折扣吗 有的 给你打个九折 那不还是要一万多 我觉得你看我们 这么大年纪 结婚也不容易了 就是是真心想结婚的 对吧 那你觉得九折这个折扣是不是 高了一点 对啊 对我们的诚意来讲 对吧 但是你觉得这些东西很好的 很精致的 但是漂亮也可以就是 价格再低一些 低一些的话可以啊 到时候 别到时候了 我们今天就算账 来算账的 最低也就八八了 你看 我们这个东西 我们这个东西保价不高的 肯定真的保价不高 我跟你说 现在我就是非常成熟了 以前是我二十多岁结婚了 我去肯定让他五折的 但是五折我觉得现在对我们来讲 就是有些不好意思了 大家也都懂事了 觉得这个事情做的有点 对 但是 但是八八真的有些让我们失望 这个折扣 那你们心理教会是多少 我觉得 七折 七折 你说磨合了十多年了 你看看他一眼 或者他看我一眼 就知道现在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或者是 你想做什么 基本上都会一折 两位跟老板打过电话了 最低就是八折了 附近好像有非常多的喜饼店 没有 这条街都是喜饼店 我觉得我们可以牺牲一些 对品牌的要求 对对对对 对吧 因为 因为我们 我们做人最需要的就是诚意 是 一般我们八折都不打的 我都说了 附近还有几家 像样的喜饼库 再去看 没有 这边没有爱做的 那我们就叫个车去 远一点 我出了这个门 我们的缘分就尽了 姐姐 真正的 不大不行 人生的缘分就是 需要你不停地去珍惜的 你不留我吗 七折 七折八折 真的是八折 那我只能头也不回了走了 是 我们不停地去珍惜的 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